娱乐转圈圈 北家境不富裕 只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小时候的芙蓉姐姐学习成绩不错 立志把考清华考北大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老天爷和他开了个玩笑 还不止一次 第一次高考发挥失常 被陕西理工学院录取 他不甘心选择复读 二战时就在离高考前不足一个月的一天晚上 他出了车祸 面临失明 残废 呆吃等 一系列车祸后遗症 北大梦再次破灭 因为伤势严重 他休学了一年 以后重新回到陕西理工学院 以留级生的身份 完成了大学课程 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机械厂工作 但内心的清北梦就没熄灭过 甘愿放弃工作 到北京考研 截止2005年 他一共考了三次研究生 不是北大 就是清华 均以失败告终 乌鲁门 把心疼打在公平上 文字是发泄 情绪最好的方式 2004年 芙蓉姐姐 开始在北大卫林论坛 水木清华BBS上发帖 一篇名为北大 你是我前世 最深最美的痛的铁色 一夜爆红 这篇文章的内容 用五个字来总结 就是普通且自信 介绍自己时 我是上帝宠儿 青春 美貌 性感 所有的包一词 似乎都因为我的存在 而被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 简单回顾了自己事 如何与清北擦肩而过的 从此我一蹶不振 撤 你失去了所有的生活信心 还提到当时的复旦男友 一个我曾坚信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够配得上我的人 最后还不忘给北大 要下狠话 北大 你等我 我一定要让你 为我感到骄傲 伴随着 如此傲视群雄的文字 芙蓉姐姐还 附赠贴出了大量的思照 各种S型蜡眼的pose 这奇装异服的打扮 让菊觉得自己好像李 时尚又远了一步 微笑 表情 配文是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视 那个时候的网络 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芙蓉姐姐 更是万里挑一 在当时的互联网浪潮里 掀起了滔天巨浪 是中国十大网红 榜单的No.2 有人觉得她立志 有人觉得 她不知羞耻无下限 从她走红 那一天起 争议和质疑声 就没断过 芙蓉姐姐 倒挺会抓住生气 把这些关注 转化为资源 她放弃了考研 开始四处街商眼赚钱 唱过歌 也拍过戏做慈善 有这种争议声 也波及到了她的身边人 2005年 歌手王荣写了一首 名叫 芙蓉姐夫的歌 歌词挺犀利 挺刻薄的 网友顺感爬 爬出了 芙蓉姐夫本尊 姐姐和姐夫 都不敢在公众场合露面 后来姐夫劈腿了 只是两人分开后 没多久 姐姐才知道 自己怀孕了 但还是决定 把孩子生下来 独自抚养 如今 16年的时间 匆匆过去 网红都不知道 改朝换代几次了 芙蓉姐姐 倒像变了个人一样 减肥 改变装发风格 走之性路线开传 美公司 建立心理咨询网站 在微博上 有意无意地 反而塞了一把 资本房产证 一落银行卡 一把豪车钥匙 也终于碎了 自己的心愿 被邀请到北大 进行了一次演讲 这么看来 其实芙蓉姐姐 也没犯什么错 最大的黑点 不过是自裂 更难得的是 她确确实实 是在靠着自己的努力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实现财富自由 最后一句 芙蓉姐姐的这段话 我给108个赞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